最近茵茵演出偶像劇 惡作劇之吻男主角 人氣扶搖直上的歌手李玉璽 在白色情人節前戲 出席日戲口腔護理品牌開幕活動 分享自己在拍攝偶像劇時 有很多長文戲 隨時保持好口氣的小訣竅 我覺得就是要保持清潔 就是對演戲起來舒不舒服很重要 對 因為如果口氣不太好的話 或是還卡個菜雜之類的 其實就是對方可能會就是 就是沒辦法放心的去演 所以其實在吻戲之前都會做一些 就是清理的動作跟保養這樣子 也表示自己喜歡個性活潑開朗的女生 笑容很重要 我自己是喜歡就是活潑的愛笑的女生 對 那既然愛笑的話就是 笑出來的時候牙齒就要 喔 一定要很乾淨很漂亮 對對對 然後當然口氣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笑起來很漂亮 結果一靠近臭臭那也不行 就是飄飄飄飄 那樣夢幻的好像笑花旗人 我從面前這樣走過去有沒有 頭髮這樣一甩 結果一張開嘴巴說 如果一口爛牙整個壞面 是 還笑說今日擔任粉絲一日親衛隊 不但親自餵食粉絲試用漱口水 還親自餵食粉絲吃甜點 尺度大開五極限 粉絲們真的是太幸福了 對 我今天要當那個粉絲們的親衛隊 喔 親 親衛隊 好 親是 親親的親 這個就是親自的親嗎 親自的親 好 親自的親 好 親自的親 還有餵食的餵 然後 香香的對不對 好吃